第一個就是把那個會員資料避開 所以特別注意,第一個避開第一筆 第一筆不能放,因為這個欄文名稱不要 後面的資料一個蘿蔔一個坑放到資料武庫裡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剛剛的這個Cursor02這個 也許有把它複製再貼過來 貼一個什麼Cursor4好了 反正就是拿這個來改 那要改哪些呢?特別注意 第一個,我就是create一個什麼 create一個table 然後名稱叫什麼?叫member01好了 OK,那主要這個欄 這個裡面就要放什麼? 放那個我們的會員資料 那欄位名稱要叫什麼? 其實有的時候啦 你也可以直接拿這個來當名稱 不過我有時候練習的時候,我比較偷懶 因為我還是覺得Excel真的不錯 因為Excel裡面,不過就ABCDE 如果藍位的話,有時候偷懶 不想想名稱我就叫A藍 A藍的話呢,就是放什麼?編號 編號裡面是一個數字 所以用Integer 而且是Primary Key 不過這個Primary Key不加也沒關係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B藍,那就是姓名 C藍呢就是生日 D藍呢雪形 E藍的話就手機 OK 那頂多是說你全部用test沒關係 或者是C藍 生日,你想要用日期時間的話 你可以這邊改成叫Date Time D-A-T-E嘛 這個應該不會 Date Time 日期時間 OK,Date Time 這樣也可以啦 所以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資料庫形態 反正你就記這幾種 文字 通用 頂多是有數字 那如果數字有幅點的話 你叫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也可以 OK 如果日期時間的話就Date Time 其實大概這四種就夠了啦 其他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請各位自己在網路上找找 或書裡面也都有 好 那這樣的話 Excute 我們就建一個空的資料表出來了 再來的話 我要怎麼樣 Insert into 到那個Member01 放什麼東西呢 放我這個檔案裡面的東西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這個檔案怎麼 第一個我要把它打開嘛 打開之後呢 必須要組筆組筆的把資料 怎麼樣 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Values裡面 有沒有 中間 如果說有幾個就放幾個嘛 所以 我們必須 再把那個 哇 這邊可能就更複雜 把剛剛的那個讀檔 有沒有這個 F等於Open 有沒有 這個Member.tst 把它開起來 其實就這一串 還是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的話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這邊 有沒有 這一串中間 貼上 接下來的話呢 這一串 大家就把它開起來 然後re-like 有沒有 然後re-like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全部讀進來 還放到list1裡面 並且把裡面的所有資料讀 並且做切割 這個剛剛有印象 就是把它切 切的話就是分別按照這個編號 這個姓名等等的 切到list2裡面 如果要取得什麼 取得print這個 這個先print拿掉 那所以我已經拿到之後 記得喔 新增一筆的話 請你把這兩行有沒有 按一個tab鍵 為什麼按tab鍵呢? 因為它讀一筆 就insert into一筆 有沒有 然後換下一筆 換下一筆 而且特別注意喔 這個range不能從1開始 不 不能從0開始 一定要從1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要避開這個 有沒有 因為藍的名稱 你不能放進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可能貼之後 這個要改一下 ok 第一個嘛 然後切割完之後 然後要把這個裡面的 第 這個是第0個 第1個 一直到第4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寫法有 最難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 values這邊 那要怎麼放喔 特別注意喔 我教各位喔 比較相對簡單的 因為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不過這個方法喔 很多同學 非常容易做錯 155 我建議你可以看156 就是裡面呢 都加上什麼 大瓜糊就好 然後formate它 把資料帶過去就ok 怎麼做 我做一次給你們看喔 基本上就在156頁喔 這個非常容易做錯喔 大瓜糊 逗典 大瓜糊 而且呢 這個大瓜糊喔 如果 它的形態 假如是integer 不用加前後單以號 但是如果是Texter跟Data 都要前後加單以號 這個是規則喔 ok 可能要記一下喔 再把這個 如果是數字不用加前後單以號 但是 文字跟日期要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我就想把那個結構把它做出來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是 再分別把大瓜糊裡面填上資料 填什麼 點 format ok 這邊的話呢 format format的話呢 就一個羅波一個坑 後面的話你就放什麼 第一個 放第一個欄位 就是list2裡面的第一個 就0 中瓜5 0 表示是抓什麼 抓那個編號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抓第二個 逗點 然後我們就把第二個 放過來 ok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改成1 然後依此類推 所以後面的話我用複字貼 因為 這個可能比較長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再把 他這個 什麼 生日 ok 然後生日的話就寫型 電話 一個羅波一個坑怎麼樣 放到前面去就好了 第三 然後這邊的話 第四 不過這個非常容易做錯 ok 所以這個要非常小心 format它 然後把資料丟進來 再execute 1筆、2筆、3筆 直到50筆 這樣的話就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 那 但是我是建議 在你execute之前 如果沒有把握這一行 可以先註解掉 先怎麼樣 先把它print一下 print的意思是說 先看一下 裡面的那個 SQL語法有沒有正確 不然它很容易出現錯誤訊息 所以執行看一下 看有沒有讀進來 並且幫我把那個 insert into 看一下 insert into 其實看其中一筆就知道了 member values 然後這個 前後有沒有帶一號 有 有 有 那表示應該沒錯 那沒錯之後的話 最關鍵的時刻來了 就是 把這個 解掉 然後 這個就是 真的叫它幫我寫到資料庫 ok 再最後確定一下 執行 ok一下 欸 它出現什麼 新增成功 而且 根本 太快了 完全沒感覺 不過呢 有沒有成功 可能就要切過來 然後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沒有 切回來 再切一下 有沒有member01呢 有 有沒有成功呢 看一下 欸 有沒有50筆 有 哇 我們資料 全部倒到資料庫了 成功了 ok 所以 至少 今天 這個 最後那個ending 也就是 你一定要看到這個 才能下課 沒有 那開玩笑 我只是意思說 才 就是有到那個 我們要的那個 這個 這個進度 所以我再把重點 跟各位講一下 應該沒有太多 新的東西吧 其實 我只是把它 全部 倒到一起 就是 陰生陰兔之前 你必須一個蘿蔔的坑 所以你必須要有 五個欄位給它 而且它非常小心 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ok 第二個的話 再把剛剛開檔的這一段 有沒有 把它摳過來 但是注意 這個地方 一定要避開你的蘭位名稱 原來是零 對不對 要把它改一 那這個地方 這兩行 本來它的縮排在前面 因為我是 一個就新增一個 那這個時候 是我要再回圈 因為它抓到一個 一列一筆資料 那我就把它裡面資料切 放到資料庫 所以一筆一筆一筆的 有沒有 realize 一個一個的 記得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五個大瓜壺 數字不用 其他都要單引號 然後把後面五個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放到前面去 產生我要的那個語法 再執行 最後坎密的成功 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OK 應該沒問題吧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最後這個範例 等於就是 我們這一期課程的幾大層 當然看起來已經算複雜了 不過後面還有更複雜的 只是說如果各位 假如後面要想要再 再學的話 其實就是要把前面先基礎打好 你後面就會覺得很輕鬆 OK 所以做來做去 發現真的回圈跟串列 還有開檔這些都非常重要 也是我們這一期課程的主軸 那因為這個時間有一個限制 所以我大概就是把那個 我們最重要的部分還是有帶到 那只是說 還是有很多的地方沒有辦法講到 不過沒有辦法講到沒有關係 講義裡面都還有 雲端上也有 OK 那也許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再把這部分再run一下 那這一期時間剛剛好 所以要不我們今天的話 就在這邊先做個ending 那之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歡迎各位可以再提出來 也許你可以用mail 或者是說你有在youtube上看到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留言吧 如果我看到的話 我也可以給各位回覆 OK 那不然我們這一期課就先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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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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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